在英格蘭威爾特郡的索爾茲百里平原上 上立著一組奇特的巨石鎮 巨石鎮的主體是由一百塊巨石組成的石柱 這些巨大的石柱排列成幾個完整的銅森園 石鎮的外部是環形的溝和土缸 直徑大約是90米 和土缸內側緊埋著的是56個圓形坑 這些坑呈等距離分佈 裏面填滿了夾襲著人類骨灰的灰土 坑群內樹立著兩排殘缺不存的藍沙岩石柱 其中最壯觀的部分是石鎮中心的沙岩圈 由高4米、寬2米、厚1米 重達25噸的30斤石柱組成 上面還架有橫樑 形成一個封閉的圓圈 它的內側有沙岩三石塔五組 也稱為拱門 程碼堤形排列於整個巨石鎮的中心線上 開口處正對著種下日出的方位 巨石圈的東北向樹立著一塊高4.9米 重約35噸的沙岩巨石 每到夏至和冬至這一天 從巨石鎮中心向這塊巨石望去 一輪紅日漸漸隱沒在氣候 為巨石鎮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這些石頭建築圍子群規模宏大 不是被包圍在古代的城市中 而是被環繞在現代的高速公路中 而且向東延伸一直去到倫敦 而且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讓人 可以識破或者去解釋這種現象 這些石器時代和同氣時代的人 除了建造史前石柱之外 還建造了一些散佈於鄉間的石頭紀念碑 但是這麼獨具特色的驚人建築 是用什麼方法建造的呢? 又是出於什麼原因來建造這些史前巨石柱呢? 早在17世紀 史前巨石柱就引起了一些人的興趣 國王之武士一世還委派一名叫伊尼郭 瓊斯的宮廷建築師去調查 瓊斯去對紀念碑進行一番研究之後 卻找不出任何的蛛絲馬跡 他只可以認定這種石柱 缺不是石器時代或同氣時代的居民建造出來的 瓊斯推理說 史前巨石柱結構金鴻偉 令人驚嘆的作品 卻不是那些缺乏知識和能力的人所建造的 瓊斯最後得出的結論說 只有羅馬人才可以做出這麼精巧的建築 而且 那是一座我們所不可了解的羅馬神的妙語 回索到12世紀 蒙默斯的牧師威爾士傑伐里 曾經對石柱的建造者進行了考察 他認為是亞瑟王的宮廷南無建議建造的史前巨石柱 而且指出那名南無叫做麥林 傑伐里在不列顛國王的歷史中指出 亞瑟王的叔叔是一個名叫奧里利亞斯 安布羅修斯的人 是他委託亞瑟王建造的紀念碑 安布羅修斯想紀念反央格魯 薩克遜侵略者戰爭的偉大勝利 而且這種方式是要非常適當 而且永垂不撓 麥林建議造一個紀念碑 他們從愛爾蘭的一個名為基拉羅斯的地方 取出一些石頭作為造紀念碑的基本材料 然後再將它運到比列顛 人們在接下來的一些年代裡 試圖將史前巨石柱歸功於 除比列顛之外其他地方的建築師 就好像人們認為古代海爾特牧師是德魯伊特人一樣 他們的支持者中有丹麥人、比利奇人 和央格魯、薩克遜人 但是這些說法都被人否定了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有人發明了一種新的放射性碳元素 測定年代法 表明史前巨石柱的年代 比原先設想的重要古老 實際上史前巨石柱比賣石尼文明還要久遠得多 新的放射性碳元素測定年代法證實 公元前一千六百年至一千五百年 賣石尼城堡才建立起來 它令到史前巨石柱起源的年代大大提前了 任何地中海文明都比它遲 不可能對它產生任何影響 史前巨石柱根本不可能是由任何偉大的歐洲文明建造 因為它的年代如此古老 亦不可能是距離這裏更久遠的一些非歐洲文明建造 大部分學者不得不重新審視以前的觀點 而且被迫接受這樣的一種觀點 建造史前巨石柱的那些 完全沒有外界幫助的居住在石屋附近的人 這麼持久的紀念碑 他們又是用什麼方法建造的呢? 考古學家對石柱進行了大量考察 他們發現威爾士東北150英里以外的 普利斯里山上提供了人建造史前巨石柱所用的石頭 這些重達5噸的石頭 又是怎樣被索爾茲百里平原上的人 從威爾士運到英格蘭的呢? 考古學家斯圖爾特皮郭特設想說 至今還深留在人的腦海中的民間傳說中 有一部分可能是真實的 畢竟傑佛里曾經有過麥林從西方獲取石頭的記載 雖然根據他記載石頭並非從威爾士運來 而是從愛爾蘭運來的 據流傳的民間傳說說 只有通過愛爾蘭海這個途徑 那些石頭才可以漂流到現在他們所在的位置 而佛里對這件事也有過記載 然而有大量其他種類的石頭 存在於索爾茲百里平原附近 人們為何要跑到那麼遠去拿石頭來建造這些石柱呢? 如此眾多的石頭是怎樣從普利斯里山 運到索爾茲百里平原呢? 據估計這些石頭至少有85塊甚至更多 人們猜想史前據石柱的建造者們 可能相信有某種魔力存在於這些岩石中 關於這些石塊是怎樣運達目的地的問題 以海拉偉為代表的地理學家們爭辯說 這些藍沙石不是由人力搬運的 而是通過冰川運到這裏的 但是海拉偉的觀點並沒有得到大部分專家的贊同 因為他們認為最近的冰川作用是不可能向南延伸到普利斯里山 又或者索爾茲百里平原上的 即使的確如此 冰川運動集中了威爾士一小片地區的藍沙石之後 將它們沉積在英格蘭的一小片地區 而不是將它們散落於各地 這樣似乎不太可能了 還有一個事實 就是布里斯托爾海峽的南部或東部沒有任何其他藍沙石 這樣亦否定了冰川理論 在考古界還有這樣的一種解釋 即是認為來自索爾茲百里平原的人 用一些捆綁在一起的獨木舟 而且通過愛爾蘭海搬運這些藍沙石 但是這種解釋存在著一個問題 即是索爾茲百里平原的人 還未有被證實用這種驚人的 了不起的技術專長 目前人們還未找到這種技術存在的痕跡 對於史前石柱是哪個建造 以及建造原料是怎樣搬運的問題 那些人仍然是爭論不休 沒有一個統一、確切的答案 一個新的疑問又吸引了科學家們的注意 這些石柱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1953年7月10日 查理德·阿特甘森偶然涉足了這個問題 當時他準備給一塊石頭上的一些17世紀黑畫拍照 這塊石頭位於大水里森林旁邊 他一直等到下午才接拍照 因為希望得到光影的對照 當阿特甘森透過相機鏡頭看的時候 發現了一些其他的雕刻 位於17世紀的黑畫下面 其中有一個黑的 在一把匕首指向地面 附近是四把大約史前巨石 石柱建造時期在英格蘭發現的那種類型的斧頭 阿特甘森由此聯繫到了另一個更高級的文化 他發現的匕首是大約在公元前1500年黑城的 這個時間和20世紀50年代的很多專家們 所說的史前巨石柱的建造時間相吻合 天文學家第一次發表見解的時候 並不是在20世紀50年代 威廉·斯蒂·克利早在18世紀 就曾經注意到史前巨石柱的主線 和太陽有一定的聯繫 剛剛好是白天最常時太陽升起的地方 而且很多人研究這塊紀念碑的時候 發現它的方向是面向太陽、月亮或星星的 阿特甘森就史前巨石柱問題寫了專注 史前巨石柱上的月光 阿特甘森認為史前巨石柱上的天體準線 只是偶然出現的並沒有什麼規律 從現代意義而言 很多人非常贊同這個觀點 紀念碑很可能是作為史前宗教儀式的一部分 雖然沒有被用作天文台 但建造史前巨石柱的人很可能從那裡觀測過太陽 目前多數科學家認為巨石柱是用來觀測天象的 但人們都未找出確鑿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 關於巨石柱的謎題仍然有待後人研究探索